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沈家的鱼也将丰收了 我估计有几千斤了 有个几千斤了 好多了 但眼下也是他最紧张的时候 因为他知道 这些看起来活蹦乱跳的鱼 随时有可能大面积死亡 14年前 老沈就有过类似的惨痛经历 今天要捕鱼了 今天晚上过不了这个坎 结果就是死掉了 一万多斤鱼都死掉了 鱼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全死了呢 原来随着鱼越长越大 对氧气的需求量也越来越高 老沈当年就是因为晚半个小时 开了增氧机 结果导致一万多斤鱼 因缺氧而死 后来老沈在鱼塘里 安装了一个能够监测 水中氧气含量的传感器 一旦鱼塘缺氧 传感器就会通过手机小程序 发出警报 提醒老沈开启增氧机 然而没用多久 老沈发现 明明鱼塘里的鱼 都因为缺氧浮出水面 但传感器却依然没有报警 要不是老沈及时赶到鱼塘 开启增氧机 后果不堪设想 如果一个湯死掉的话 我五六个鱼塘 大概一年都不够 几十万 为此老沈找到了 中国科学院物理学博士沈杰 当初就是沈杰建议他 安装传感器的 沈杰出身于渔民家庭 2016年 他辞去了中国科学院的工作 回到家乡养鱼 就是想把研究了十几年的物联网技术 和养鱼产业结合起来 帮助渔民减少养鱼的风险 可没想到传感器突然失灵 差点酿成大祸 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沈杰把传感器打捞了出来 当你这个传感器扔到鱼塘里 一个月以后 它就会满满地涨满了 各种各样的微生物和涨 非常非常非常涨 那涨了以后 它的一个结果就是 那个传感器可能就不准确了 原来传感器是利用吸水器 把水吸到设备内 和提前放好的化学试剂 产生反应来测氧气含量 可是吸水器在吸水的过程中 把鱼的粪便 淤泥 微生物等杂质 也吸了进去 造成了导管表面覆盖清排 导管内部堵塞 从而影响了氧气含量分析 清洗过后 数据马上恢复了正常 但审洁发现了另一个潜在的风险 因为它传感器这个结构 它的清洗 其实它都是一些敏感元件 那么所以说 这个清洗过程当中 比如说你只是让农民 简单地去洗的话 它就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一些 影响敏感元件测量的 一些破坏性作用 它很容易一刷就坏了 导致你的测量不准确 传感器需要专业人员的定期维护 听上去高大上的物联网 没想到用起来却这么麻烦 这让老沈打起了退堂鼓 一个多月不清洗的话 那设备这个数据就有误差的 那你觉得这个孔如果改小的话可行吗 我觉得应该不行的 一旦堵死的话 这个水就更加就流不动了 就是说如果孔改小 透水力就不会有影响 改大容易进入更多的杂质 既要实时监测数据准确 又要使用方便 研发团队希望找到另外一种 测量水中氧含量的办法 他们准备利用荧光 来解决这个问题 通俗来说 就是在传感器表面 覆盖一层特殊的荧光膜 在特定的光源下 荧光膜会因为氧气量的不一样 发出不同时间长短的光 传感器只要监测这种光 就能计算出水中的氧气含量了 为了避免荧光膜被污染 研发团队还特意在传感器上 加装了一个自动清洁刷 定期清理有可能附着在 荧光膜上的脏东西 这样一来 水里的藻类等污染物 也不会影响传感器工作了 传感器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但另一个担忧 在审揭心里冒了出来 从传感器下水使用 到监测数据失灵 只有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但传感器表面就被青苔覆盖 这说明鱼塘里的水 被污染的速度很快 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来为了让鱼长得更大更肥 渔民们往往会在鱼塘 投撒超量的饲料 可这么多的饲料 鱼能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enía两个人 有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经验的渔民都知道 鱼的食欲和水里的温度有关 水温高 鱼的活动就频繁 食欲自然就好 水温低 鱼不愿意动 食量相应也会减少 但水温的高低也是有范围的 像老沈喂养的淡水鱼 在水温低于15摄氏度和高于32摄氏度时 鱼的食欲就会大大降低 但还有一个重要因素被忽略了 那就是水里的氧气含量 一旦缺氧或者氧气含量低 鱼儿不是忙着呼吸活命 就是身体出现各种不适 根本顾不上吃东西 这时候撒再多的饲料 也是浪费 于是研发团队把饲料机 也接入了物联网养鱼系统中 这样利用传感器采集到鱼塘里的温度 水质成分 含氧量等数据 通过计算机综合分析 能够精准估算出 鱼什么时候要吃饲料 并且需要多少 从而让渔民精准投喂 避免饲料浪费 饲料钱是省下了 鱼每天也吃得饱饱的 但沈杰知道 这只是降低了饲料用量 水污染的问题 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原来加大养殖规模后 渔民使用的大多是 人工合成的鱼饲料 这些饲料里 含有鱼生长必须的营养元素 可以让鱼更健康 更肥壮 但是这些营养元素 并不能完全被鱼吸收 有些物质会随着鱼的排泄物 排到池塘底 当池塘里的营养物质越来越多 就会造成水体负营养化 从而导致藻泪爆发 疯狂生长 继而影响水质 那么这些就会形成对水体 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和挑战 久而久之 它就会形成对于水质的这些污染 就是鱼的身体的健康的影响等等 它的最终结果就是说 让你养鱼就会越来越困难 很多鱼塘每年起鱼之后 在来年养鱼之前 就需要把池塘里的水排干 挖走满是鱼粪的淤泥 翻更被水浸泡了一整年的泥土 还要撒生石灰等药物 对池塘进行全面的消毒 这个过程叫做清糖 是绝大多数养殖户 每年都必须做的工作 清一次糖 前前后后至少需要 二十来天的时间 穿着不透气的防水裤 在一踩一个坑的鱼塘干活 老沈明显有些力不从心 请人的话就得花钱 我一个糖清一时鱼泥 至少要花一万多块钱 你要是不搞的话 第二年养鱼也养不好 鱼容易生病的 清糖要么费钱要么费力 有没有办法能减轻鱼民 清糖的负担呢 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这里是湖州市敌岗村 这里的渔民并没有遇到 水体负营养化的问题 因为他们沿袭着 一个古老的养鱼方式 这是一个巧妙的布局 在鱼塘岸边种植桑树 用桑叶养蚕 再用蚕的粪便 作为天然饲料来喂鱼 而鱼塘下的糖泥鱼粪 又可以捞起来 作为桑树的肥料 消耗掉鱼塘水体中的 多余养分 形成一种巧妙的平衡 种桑养残和养鱼相互配合 形成生态闭环 这种高效低耗淋污染的 生态循环养殖系统 被当地人称为桑鸡鱼塘 到今天已经存续了2500多年 能否将桑鸡鱼塘的方式 大规模推广 从而减轻渔民清糖的负担呢 很难 一般来说 桑鸡鱼塘喂养的鱼数量有限 在池塘边种树又需要很多年 才能形成规模 种桑养残还需要大量劳动力 投入高产出少 和现代渔业大规模高密度养殖相比 桑鸡鱼塘的收益太少了 渔民的收入得不到保障 尽管桑鸡鱼塘不适合 现代渔业 但这种生态循环的理念 给了沈杰灵感 他认为可以打造一个 能够产生内循环的生态鱼塘 这就是沈杰打造的生态鱼塘 从外观上看 这个鱼塘和普通鱼塘并没有区别 但其实暗藏玄机 每个鱼塘其实细分为两个水塘 一个用来养鱼叫做养殖池 而另外一个叫做结屋池 养殖池的底部经过了全面改造 不但铺设了大量的管道 还安装了吸屋器等高科技设备 能够将含有鱼排泄物等杂质的淤泥吸出来 输送到旁边的结屋池 结屋池里装有淤泥净化设备 能够将负营养化的淤泥处理成肥料 供给池塘边的植物生长 这下不但解决了鱼塘底下淤泥堆积的问题 还让鱼塘边的环境更加秀美 淤泥是被吸走了 那水质如何保证呢 这时候那些预先铺设好的管道和净水系统 就开始发挥作用了 养殖池里的脏水会通过管道排到结屋池 然后经过物理进化后 重新回到养殖池中 形成一个水循环系统 这样的生态鱼塘 五年才需要清理一次 如果维护得好 时间还会更长 这可是大大节约了清糖成本 这样的话就是比传统的鱼塘 就能够做到更好的 对于鱼的尾水的排泄物 它就能更好进行处理 那么这样的话就水质也好 没有污染了 然后鱼养出来也会更健康更安全 转眼到了年末 熬沈鱼塘中的两万多斤白鱼 终于到了收获的时候 买主也早早地等在了捕鱼现场 看着一桶桶的白鱼被人搬走 老沈的心里乐开了花 赚到钱的老沈会有什么新计划呢 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通过时间的沉淀 会逐渐生长发芽 开花结果 更加智慧化生态化的水产养殖的未来 正在一步步实现 第二次 inde콕